早产儿,对于每天跟经历过的妈妈,是一个很难熬夜的噩梦,刚开始完好,怕自己要怎样才能让她健康成长,但这一步一步还是能走过来的,因为大出血,3月3日通复产,难保重,四斤三两吧,身高46厘米,出生时困呼吸困难住进保温箱,只有孩子他爸看见过宝贝,一待就26天。 这段时间,宝宝没在身边不知觉有没有哭,有没有长中了,真的特别难熬,每天的各种担心,担心各种不好,对于母亲的我真的很自责,伤心,难过,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你,让你受了那么多折磨,多么希望你所有的痛苦都由我来承担,保游加油,一定要一关关闯过来,妈妈会用一生的爱来保护你成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